敘利亞神父被斬首 恐怖行刑片段曝光 段片見到三個男人跪在地上 雙手被反綁 據說個穿著深色長袍的 就是天主教方祭會一個神父 旁邊有多個蒙面的武裝分子 和大批圍觀的民眾 沒多久一個懷疑是穆拉德的男人被推落地 之後被人用一把小刀斬首 其餘兩個男人隨後亦都被殺 與阿蓋德有聯繫的敘利亞反對派勝利陣線 就說那個神父因為靠攏總統巴沙爾政權 所以被處死 梵蒂江已證實 穆拉德上個月23日 在敘利亞北部一條天主教村落被殺 但是遇害情況就未明 有報導引述當地反對派和人權組織說 這條片應該是幾個月前拍攝的 片中的受害者並非穆拉德 放制會勝地會省就表示 穆拉德早就知道自己遲早遇害 但仍然堅持留在當地 重建被破壞的修道院